在座的長官 學員 大家好 我是安定有機農場場主任 曉忠好 我是來第二次 今天來第二次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呢 事實上 我相信大家都很關心的 在土壤怎麼去操作 它怎麼去管理它 事實上 有機的土壤很簡單 你只要不去傷害它 然後就是所謂的不要傷害它就是農藥 豬草劑 這些東西不要加 然後呢 呃 作物裡面 事實上它要成長 一定會把土壤一些養分都會吸走 你再如何把它補充 我認為這個管理就非常的簡單 事實上我相信在座有很多的農民先進 事實上你們種植的作物 事實上 大部分就是以 要屬於中長期的作物 有沒有人種短期作物的 就是短期夜菜類的人 沒有 沒有 呃 別加過 是不是 那是以 中長期的作物 好 那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大概就分這兩個部分 然後第二堂課就是我們義太北的製作 然後我把我這幾年來 所做的義太北跟各位去組合在裡 然後你們可以去試試看喔 因為這次做的義太北會讓你們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為 嗯 在市面上所賣的義太北喔 它有機規定就是它蛋液甲肥加起來都差不多10喔 可是我這個加起來都不只10喔 都在10以上 所以說 呃 可以做 不可以販售 這個可以做 自己可以使用 不可以販售 然後我們所做的都是用一些資產 有些資產在使用 好 呃 呃 所有的作物裡面喔 我們土壤是最重要的喔 這個土壤呢 裡面它有非常豐富的像框子啦 有機子啦 然後 我們土壤裡面的養分呢 一定會被我們作物給吸收完 啊 吸收完了之後呢 我們要如何加東西喔 就是需要 植物鎖色東西 因為在有機作物裡面 有機子呢 它是要時間 喔 它屬於 它要時間經過敘菌來分解之後 然後 產生養分給植物使用 所以說 我們到 大部分一般正常呢 我們所向的有機肥料呢 都屬於環效型肥料 所以說它時間比較長 它慢慢的釋放 它有它的好處在 就是它時間比較長 可是 缺點就是 你的作物呢 馬上有一些所謂的植物像 就缺乏這些大菱甲肥的時候呢 它沒有辦法直接 豎成的給它 可是呢 唯一就一個方法 就是液態肥去馬上補給它 用液態肥的方式去補 所以說 我們用一些的 有機子的肥料 再加上液態肥的話 可以讓我們食物的成長 從我們交植物相會更好 然後在土壤裡面呢 事實上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最缺乏這一塊喔 我們只知道 植物所需要的養分 只是讓它吸收 可是往往 大家都忘了 要給它充足的有機子喔 有機子呢 它分很多種喔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 讓土壤的團構變漂亮 就是所謂的 我們下面那幾個字喔 就是讓它 土壤的物理性啊 化學性啊 生物性的 把它變成多樣化 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 在土壤裡面 要加有機子的 最主要的目的 因為 事實上我們土壤裡面 植物的根性呢 它是需要氧氣的 然後呢 你的空隙呢 要怎麼來 它們都是來自於有機子 植物上的空隙 就我們土壤上的空隙 它們就已經 都大部分都是來自於 我們的有機子 所以說我們這樣二氧化碳呢 跟氧氣才能夠去對流 事實上我們一般正常 我們土壤 都缺乏這一塊 所以說這個我跟大家去分 分享 我們土壤的物理性呢 事實上 最主要是讓 我們土壤呢 讓它鬆弛 讓它團體的結構 然後讓我們土壤呢 好有水的能力喔 這是在物理性 所以說我們這個部分 一般正常呢 在我的農場裡面 我除了買了一些的 有機子肥料之外 我把這巴士都自己做堆肥喔 因為我蠻幸運的 我旁邊有一家那個 種木耳 它是有機的木耳喔 所以說我用它的太空包 它一年大概有一百噸的 廢棄的太空包 我怎麼都給它撐起來 我都把它收起來 一百噸 然後呢 這一百噸裡面它分成 一年大概分三季 所以說我一次大概就拿 我們剛剛四十四十 跟一個二十 二十噸喔 所以說我全部把它收下來 然後呢 這裡面呢 我有加了一些 痾... 地麻婆 然後加了黃豆粉 還有蟹殼粉 最主要的是 我裡面又加了一些的益生菌 好我等一下會把 現在市面上所看到的益生菌 我會分析給各位看喔 那你就知道說 你的土壤裡面 到底是缺乏什麼 或是需要什麼東西喔 所以說我們物理性的人 土壤你把有機質增加的時候 事實上 它的土壤會比較鬆弛 然後顏色會比較深 然後再過來就是它團構 就是它團構的部分的話 就是它的空氣能夠去對流 然後保水度也會非常的好 這個就是我們家有機質 非常重要的一個環構 另外一個就是化學性喔 事實上我們植物所需要這些的營養源 它都是屬於化學性程式 然後都是比較屬於酸性 我都比較屬於酸性 沒有機質把它增加的時候 事實上它能夠把土壤的酸鹼子 我盡量去達到你所需要的中和 這個中和大概在5.5到7.5左右 中間 所以說我為什麼市場會去跟一個學員提問 就是說希望你們把土壤的有機者去增加 可是呢 我們再怎麼增加 因為我們是屬於海島型氣候 我們有機質消耗的非常的快 因為氣候 因為我們在台灣平地不會下雪 所以說像很多像日本啦 他們那些國家 他們在每年的春季開始種植的時候 他們病重在非常非常的低 我大概採收完的時候 大概在入冬的時候 不好意思 就準備要下雪 這些的病害 這些的重害跟病害呢 都會盡量都會減少很多 甚至會消失 所以他們很多的國家 有下雪的地方 我都很欣賞 可是雖然是冬季不能種植 可是它的病重害降低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我們台灣呢 是屬於海島型氣候 所以說齁 我們春暖夏涼 所以說那個病重害非常的多 就是我們台灣 你只要在台灣種有機 要是說你有個一定的水平的時候 你在世界各國都可以走行走 所以說這個就是 很多的國家 先例的國家來台灣 要拿一些數據的原因 就在學習的原因 就是在這裡 可是現在 某一些數據呢 中央已經把這些控管 都把控管住 要是你是台灣人 要不是這些數據的話 幫你改良廠裡面 幫你改良廠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呢 我們土壤裡面呢 事實上 我們要時常去做一些土壤的見解 我覺得 我們台灣的改良廠 這幾個改良廠非常的好 它都可以幫我們做免費的土壤的見解 這個也就是下一堂課 我們寧博士所要上的課程喔 因為 這裡一毛錢你都不用花 你只要在你的田區裡面 找四到五個點 然後呢 挖地表底下 大概三十公分以下的這些土壤起來 然後各麻繞一點一點 然後大概拌一拌 大概兩公斤左右 你就可以送到花蓮改良廠去檢 免費的檢查喔 所以說 這些檢查的時候 一般正常你要是在外面做的話 至少要四千五百塊錢 花蓮改良廠幫你省了這一筆錢 所以你們只要有空喔 一年或是半年喔 閒閒沒事幹這個一年突然來去送檢 他們 他們大概 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的話 時間就可以把你們的檢查報告 還有甚至 裡面的缺乏什麼的 這些的偽量年數月 或你的市場 你的過高啦 或什麼過高 他們都會寫一些建議給你們 就是說那些報告 對你們來講 對我們做農民來講 實際上非常非常的重要喔 所以說改良廠不錯 我滿心意的問到 我家就是在改良廠隔壁而已 所以就 有一陣子我就是把我土壤館去做檢驗 因為唯一的好處就是說 你所下的肥料到底會不會過剩 因為土壤 要是說你肥料下的過剩過肥的話 土壤可能很容易產生鹽化 就是你土表你一看 產生綠藻 或者是白白的 這些東西的話 就要稍微吃 這樣子的話 做物種起來就會很辛苦 就會很辛苦 好 另外一個呢 就是生物性 事實上我們會放一些益生菌下去 然後這一益生菌下去呢 至少你要有東西讓它吃 然後這些維生菌呢 最主要的 它能夠去抗病 然後呢 能夠去分解突然的有機質給作物使用 再來 病害的話 你這些菌種的環境 你把你的益生菌把它擠滿之後 飽和之後 你外來的這些病害的症 這些 外來的一些病害的絮菌的話 它不容易侵入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現在所給它加的一些的益生菌的話 它還有攻擊性 所以它會保護我們的作物 然後呢 這些的菌呢 它都直接可以直接到我們的根系裡面 附著跟植物去共生 這個是非常的好 所以說我們叫土壤的生物性呢 要讓它多樣化 然後事實上我們這樣子加進去之後 最主要的轟 就是下面這幾個 可以幫助有機質的分解 跟營養的釋出 讓我們周圍來使用 這個就是我們在生物多樣化 最重要的一個環口 嗯 事實上呢 這張是我在最近這兩天才增加進去的 為什麼 事實上 很多人都知道 在植物所需要在做追肥那個工作的時候 都加在哪 事實上很多人都加在 我們作物那個頭的地方 這是不對的喔 這是非常非常的錯誤 因為 我們植物呢 事實上它的根系呢 它在吸收的時候 是在植物的根 我們須根 須根 大家知道吧 就是在我們族根的旁邊 在長的一些小細根 事實上它真的吸收都是在那裡在吸收 所以說我們在下肥料的時候 點呢要放在哪 最好 要是譬如我們用一顆樹的話 在樹園 那個地方下 然後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 挖鉤草 然後埋 就是放 有機質肥料 然後蓋上土 千萬記得喔 有機質肥料在下的時候 一定要蓋土 為什麼 因為有機質喔 事實上 有機質的肥料呢 事實上 它是沒有辦法自行分解 它是沒有辦法自行分解 它是要靠到土壤的這些醫生進來去分解它 所以說很多人下 就直接好像就跟一般冠型的化學肥料一樣 下在上面 你一個月之後你去看 還是整顆在那裡 還是整顆在那裡 整顆在那裡代表什麼 它沒有分解吧 植物沒有收到 我有下走沒有下 為什麼 下了之後都沒有感覺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抱歉 你說 老師那個 如果蓋雜草 或是樹葉也可以嗎 我會建議你盡量用 為什麼 我剛才提到的就是 要有一些菌去分解它 要有一些菌去分解它 你蓋那個的話 雜草 蓋你的所謂的稻草 然後或者 不好 因為有時候 不一定會有菌 不一定會有一身菌 可是土壤裡面 要是我們有菌子增加的時候 這些一身菌都會來 因為為什麼 一身菌呢 它在我們空氣當中都有 因為 哪裡有食物 它就往哪裡住 它一定去往哪裡去吃 然後哪裡住 然後去看起來 就是團中接待 這個東西裡面的概念要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 我會建議你們大家 就是最好是在土壤底下 因為土壤底下有機質不會是你 它是會很少 它是會很少 只不過這些菌 量沒有這麼多 可是你看我提到 加了這些的有機質肥料下去之後 是不是會吸引了一些的周遭裡面的菌來 所以說這裡的分解速度會是加快 這個部分概念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也有很多人 我聽了很多的農民在提到 我有下 我下的 我有買一包四五百塊錢的 有機質肥料又進口了 多好又多好 可是奇怪 為什麼效果不好 大部分就是我剛才所提到的 這個 剛才的方式 就是你直接手在土壤 表面上面是不好的 一定要土壤 這非常重要的概念 然後呢 我們有機質肥料之後 事實上有時候就會 像你們的重量戶外的話 就會有一些下衣 就會產生折動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 因為它有一些離子的話 它會自行去擴散 可是有時候 我們的離子擴散的速度會比較慢 所以說我們有時候 我不曉得你們園區裡面 除了自動灑水之外 你們還有沒有 用灌溉的房型 淹水 有沒有 到時候你有淹水的話 這個效果也會非常多 因為它分解出來之後 事實上我們今天的 淡肥跟甲肥 它會流動 唯獨只有零肥 它是會被土壤的重金子 會被固解到 所以說我們一般正常的 在做液態肥的時候 我們很少在做淋肥 我們都做什麼 不是淡肥就是甲肥 淋肥現在用最簡單的方式 噴什麼呢 你知道嗎 農林菌 記得噴 噴農林菌就好 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淋肥很容易 對我們土壤一些重金屬給 誤解在裡面 所以說你農林菌一噴 它就會把土壤裡面的淋肥 馬上就會融出來之後給植物吸收 所以說千萬記得 不要認為土壤裡面缺淋 你就一直在加淋 抱歉 淋呢 在植物要是讓它自動吸收的話 它不到百分之10 抱歉 不到百分之30 百分之70就在土壤底下 固在那裡 就是被土壤在固解 老師 你說那個農林菌是什麼 農林菌 它是一種菌 它會把淋肥出來 不是 我要去哪裡買 你們要去哪裡買 你們家我就不可以 我跟你講 我們農林菌裡面有賣 我們吉他家農林菌有在賣 或者去賣 它是用噴的喔 噴在殲滅喔 嗯 不對 它是要灌在土壤 因為林菌是在土壤底下 所以說我們是灌頭 然後就是噴在土壤 對 土壤 是 好我們一般正常 我們在林菌 事實上現在 台灣的生物科技藥業菌部 很 我會介紹有一支 就是說 它有一支菌呢 它有兩個功能性 第一個就是它有 菇草的功能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熔林的功能 現在有 然後花蓮感藥廠的 更厲害 它現在有一支菌呢 有三種功能 指了熔林 熔甲 還有那個 那個菇草 就是菇草反正最主要是 讓分解土壤的東西出來 給植物吃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抗病 所以說 花蓮感藥目前有這麼優秀的菌 聽說還沒進走 我在內 我聽他們講還沒進走 然後呢 現在目前最夯呢 就是有兩種 第一個就是葡萄甲菌 跟農林菌 會同樣一顆菌 就有這兩個功能性 那我等一下會介紹有一支 給大家去分享 然後呢 事實上 事實上 我在土壤 在我們的園區裡面 我有自己做的堆肥 我有做一些堆肥 然後呢 這些堆肥 對我來講 第一個 這是剛才所說的物理器 化學性 生物性 能夠讓它變得非常的多樣化 然後讓我們土壤 能夠獲得調和改善啊 這些功能之外 它真正的最主要還有一個 第二個最大的功能 就是我可以省了一筆肥料的錢 因為 我去買太空包的話 一車是1500塊錢 是兩噸半 2000塊錢 一車是2000塊錢 然後是兩噸半 你一般肥料去買 你算算看 300塊錢的肥料一包 20公斤 那一公斤多少錢 所以說這種方式的話 你沒有 做農夫很辛苦 沒有賺錢就 蒼氣料 還在虧損 有時候 這個部分成本上要去換算 我成本上去換算 所以說我很多東西都是我自己在做 我相信 一些農民 辛苦的原因就是 很多人聽人家講說什麼東西好什麼東西好 然後就去買 就去買 買了之後 所說的跟做的是完全不一樣 很多人這樣子 我就浪費這些的錢 然後人家就說你可以自己去做堆肥 最主要做堆肥 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把你的有機質變成 這個 這個對不對 你看 就 扶手 對 就是要讓它扶熟 扶熟之後的土壤 你再怎麼 貧瘠的土壤 再怎麼不好的土壤 這些外來的菌 會一直寄生在這 所以說很重要的主要 其實我做了一些堆肥之後 這幾年來 我的土壤有機會 大家可以去我農場走一走 換一換 它會有彈性 可能講出來體驗不大 換一邊的笑 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去我農場走一走換 好 然後呢 要做這些的肥料呢 事實上很簡單 事實上你們家一定有很多的落葉啦 雜雞的落葉啦 我跟你講喔 只要不是熟的東西都可以丟進去 然後它最主要是要去翻啦 就是要去翻 就是所謂的 要翻 因為有一些菌呢 它會有所謂的溫度的控管 就是有些不能耐高溫 有些菌呢 因為我們所要的菌 就是屬於耗氧性的菌 就是它喜歡氧氣 所以說一定要時常去翻對 你翻對勤勞的話 它的腐化的速度會加快 那腐化速度加快之後 你用在土壤就非常非常的安全 因為你的有機只要是沒有腐化的完整性的時候 它會跟我們做物器搶蛋 這個非常的重要喔 這個非常的重要 一般正常呢 我們在做腐熟的過程當中呢 我有用一支叫做木霉菌喔 它大概我今天這些堆堆最熱之後 我就把我的水 把我的菌呢 把我的菌呢 掃在上面之後 大概兩天 我裡面的溫度最高可以達到67度 我曾經 就時間一長 我曾經我的溫度可以達到將近80度 這個80度有什麼概念呢 你知道嗎 你們在家裡 你們洗腳的熱水是幾度 大概42度就很燙了 你看 它到70幾度 將近80度 所以說這個溫度 我想一些的菌呢 該死的都死的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 雜草 因為我們放這些東西 有時候會放一些雜草 這個種子它也不用火 所以說一定要時常去拌它 你拌它的話 越頻繁 它不怕腐收速度快 相對那個溫度會 瞬間就會很高 你就會把這些種子全部處理掉 所以說我們一般在正常做這個東西 我們都非常的平衡 因為我每次都叫怪手來 因為我每次做那麼多頓 人工是不可能的事情 利用怪手 我一趟 因為我怪手也蠻幸運的 都在我家附近而已 一趟來就是一千塊錢 大概半個小時就九千 因為我們一般叫怪手 運費 運費要一次車 然後一個小時又多少次錢 對不對 我算它時常這樣 它只有四十 所以第一次比較久 大概四十分鐘 已經攪拌了 它大概一千塊 第二次從此之後 也大概半個小時 我也是一千塊給它 可是我做大概四次 翻四次 三次到四次我就OK了 所以說我大概每一個禮拜 到十天左右去翻一次 翻一翻一次 請說 老師 你這個你有蓋布嗎 好 蓋布的話 它分兩個部分 如果今天是夏天的話 或是夏雨的話 沒一季的話 要蓋 為什麼 夏天的話 因為菌呢 它很怕紫外險 它很怕紫外險 盡量要去把它蓋布 就剛開始做 第二個就是夏雨 所以說 我們一般正常 我們都蓋大概 蓋個幾天而已 為什麼菌呢 它很聰明 哪裡有東西吃 就往哪裡走 然後溫度達到一個階段時候 它會變成包子 它保護自己 它延長 下一代 所以說 我一般在做的話 到最後都只剩下包子 包子有什麼好處 你知道嗎 它包子的期間很長 然後呢 你只要讓它碰到誰 它就回復了 然後我剛才提到 我這些東西的 堆肥的原料呢 都是放在我土壤底下 相對的 它有東西吃 有地方可以住 它就很容易 也會把它的下一代 所以我土壤 我的土壤裡面的生物 蠻多種的 我曾經 我認識一個朋友就是 他們也是搶商的 他把我的那個 堆肥拿去化驗 結果裡面 除了木梅菌、菇草、甘菌 最多的是放射菌 我另外分析一些 這些菌有什麼好處 我跟大家去分享 我加一加 畫一畫之後 不管好菌、壞菌 都有 可是壞菌相對它的比例 只有不到百分之十 好菌比較三、九、十 所以說 你只要 我剛才提到的就是 讓含氧量增加 因為好菌當分屬於耗氧器 所以說你把這些人 反對頻率高一點的時候 這些好菌就會存留在裡面 OK 好 然後 這個就是 我的配比 這個是我在做我堆肥的一些配比 千萬記得 共濃菌 在前一天 就是倒數第二行 共濃菌 前一天 用兩百公升的水泡好之後 千萬記得 不會用自來水泡 因為自來水裡面有什麼 有綠 它會殺菌 因為我們 我們自來水非常的乾淨 相對的它會把不好的菌也會殺掉 所以說這個部分的話 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就是 我一般用菌我們都不會用自來水 我們都不會用自來水 我們寧願去用菌裡面的水 或者是 灌溉水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自己 這個共濃菌呢 就是裡面有我們所需要的益生菌 就量很多給它 所以說你外來的這些 萬一 水裡面有這些不好的菌的話 事實上它會被攻擊掉 因為我的量一定比它多 我量都比它多 所以用這個部分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這是我們做堆疊的那個材料 然後 今天有分 有發兩張的那個做義太北的 就是蛋北高蛋跟高甲的 有資料給你可能 好 這個就是我要介紹的 我跟你講 我先講我並不是在替它打廣告 我只要告訴你說 我用了這個菌我很好 對我來講非常的好 我跟大家去分享這個部分 這個共濃素呢 我這個人滿 因為做了有機13年 我們怕 不能有一次有出川國戰 就是說 萬一今天我所用的東西 有出了一次狀況的話 抱歉喔 那就毀了 毀了我這13年所做的東西 所以說 我一定會做任何事情 我一定會去找廠商 跟兩種人講話 第一個他們研發者 第二個就是老闆去聊 因為 我們聊久之後 第一個增加自己的專業領域 知識之外 還有一個最主要 他到底用什麼東西 你看就知道 然後再過來 他的工廠 是怎麼樣的狀況 你去看 你就知道 所以說我滿幸運的 我都有親眼去看過這個東西 所以說我才敢跟各位去分享這一塊 這裡面的共同樹 它裡面大概有14隻的菌種 然後它裡面有兩樣東西 我認為非常的好 就是 菇草 放射 還有一個 就這個 我們納豆 納豆菌 還有一個納豆菌 這裡面 實際上我們還有一個酵母菌 因為這裡面 我們現在 這些的菌 千萬菌的一件事情 我們實際上吃益生菌 對不對 這些的菌 跟我們吃的益生菌是相似的 有很多都是相似的 只不過是 我們能吃的用的比較乾淨 做物質的用的比較 沒這麼講究而已 所以說 我們現在很多的經常是說 你有在吃益生菌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益生菌 去把它放大 就是加了一些的碳塩 譬如 糖蜜 譬如 奶粉 這樣子加進去之後 可以把你的益生菌 回去增加 它也可以去用這種方式做 好 這個就是共榮素菌 因為它裡面有一樣東西 實際上就是 1 2 3 就是這個廚餘的部分 有沒有 這個廚餘的部分 我們實際上 我們所做的廚餘發酵 味道是不是很臭 這個加進去之後 它的味道會降了很多很多 就是因為它裡面有一些菌 非常的優秀 然後像我們右手邊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我們 那個 收水 其實說這樣做出來之後 它會有一些白色的菌 是什麼 那這個效果都非常的好 這個就是我們家農場 我們做的堆肥的部分 呃 這個 這個 剛開始 在左上角這個部分 我們都是用怪手 做堆肥呢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技巧 就是 水 要有60% 含水讓它反之餘 這個 所有的做堆肥過程當中 的輸贏 都是在這裡 反正這個鑰匙呢 它要怎麼去感覺呢 很簡單喔 你就把它哪一 隨便哪一把的那個 起來這要滴水 水要滴出來 用力擠 應該要水讓它滴出來 說得容易 呃 要去直接操作的話 你就會感知到 水要加的很多 水要加的很多 然後 像我們這個 這是 這是第一次翻的 這是第二次 你看 第二次的時候 大概 大概 一個禮拜左右 你看 溫度就這麼高 溫度就這麼高 這個就是 底下這個 大概是70度左右 我們都會去測 測溫度喔 為什麼呢 因為 你溫度越測的時候 是讓它腐化 你就知道 到底有沒有裡面在動作 因為熱 都是靠這些進去動作 你就可以了解它 然後 旁邊呢 這一張呢 抱歉 這個就是禁絲 我們非常需要的禁絲 所以說我這樣子做 真的 嗯 效果不錯 我病害解少很多 然後 也讓我省了一些的錢 這些錢 以前 我一年肥料的錢 大概要20萬 現在不需要 現在不需要 所以說 我們肥料的錢 真的讓我省得非常多 因為我們是在種短期夜菜類 所以說 我一間溫室 我大概有50棟溫室 我一個月大概輪50棟 我一次就大概兩包 以前大概就兩包 兩包的肥料 600塊錢 600塊錢 一年乘以50 就3萬塊錢 一年12個月 種10個月就好了 那就不少錢 所以說 所以我們有時候 然後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 我們做農真的很辛苦 我事實上跟農民去分享 這個 不要把錢一直在砸 找那個錢一點意義都沒有 然後 錢 賺物回來 我不騙你們的 因為 你們想想看喔 你們丟了10萬塊下去 你要 這乘以你的收入10塊錢 10萬塊到底要多少的 收 多少的貨源 你才有10萬塊 我希望你們大家去算一下 去算一下 你就會思考說 我到底丟的東西對或不對了 這個要稍微自己去思索 思索 請說 你那個就直接在土 土壤上面做 你不是在水泥地上做 不是 直接在土壤做 對 為什麼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 你盡量問我 我就在教你吧 因為 我在我自己的地方 我都固定一個地方在土壤上面做 為什麼 因為 萬一我把這些的堆肥 放在我的園區 做灑肥 完了之後 對不對 土壤上面跟土壤底下 裡面還有很多的醫生菌 所以說 你現在是在家的時候 它的速度會加快 你有講嗎 不要在水泥地上面做 不要在水泥地做 我本來是 就是 最後那一照照片這樣 可是我產到後面 灑到後面 那個白白的就不見了 不見了 因為它一直 一直風吹一直在 然後就不見了 我剛可以提到 剛開始打開的時候 是有 菌很怕紫外線 很怕高溫 然後你又下雨 然後你就讓它留在土 在我們的混凝土上面 那裡面又沒有有機子 它要怎麼去生活呢 對不對 所以說一般正常 還有一種方式就是說 有些人是沒有錯 專業的人 專業 就是專業的做肥料廠 他們是用很泥土 可是呢 他們是 做完一批就出去 做完一批就出去 他們自己額外再加了很多 那我呢 喜歡在固定的土壤底上做 是因為 我沒那麼多錢 我每次加得去 我只要加進去 以後有一些醫生 都會寄生在我這個地方 他們都不會往外跑 然後另外一個 人家他們專業廠 上面都有蓋 屋頂 不會用陽光直接就照射 你一個人站在你家的混凝土上面 上面又有太陽 你受得了嗎 你受不了更會 蓋盤布也一樣 好燙喔 我跟你講 一些的菌千萬記得 你去思考完 一些菌 它的耐高溫 只有 烏潮感菌 它的耐高溫 是最多 70度左右 然後它比較屬於耐高溫 然後木煤菌 它就 溫度大概就在40度左右 它就變成保值了 所以說 我們一般正常建議就是說 你要再混一圖上面 我會建議 上面再加個鐵皮物 那我房子給它蓋 你會去開這條錢吧 除非你是肥料廠 除非你是肥料廠的話 你花這一筆錢算了 這個要稍微算一下 好 這個 我跟你講這樣做 這個裡面的菌 真的是很多 非常非常多 你看我 你看我從這邊一挖出來 這整片都是 這很可能 對不起 好 好 再過來就是 這個我不想說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在網路上早就有了 因為 我這個農民 不需要 我只不過是說 這個東西是對菌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有一個補貨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碳不夠 就是它比太高的時候 細菌就無法 無法形成的一個蛋白質 因為 我們今天所做的伊太北裡面 我有加了一些 奶粉 高蛋 然後呢 因為 我以前都是去把人家買那種 貴底的過期的奶粉 那那個 牛奶 像因為我們七角磚器旁邊 那裡剛剛有一家 給 不要講它 那很難聽 因為 它每年的 這時候的量就很 都過期 很容易就過期了 那你先禮拜一下 我就去把它收 可是收到我自己也收不了 因為我也沒做那麼多 那我就跟它分批 就我要的錢 那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 我去跟它講 然後它就預留給我這樣子 因為 尤其是謝謝我們天氣 夏天 很容易壞 夏天 你去把它買很便宜 或者是 我不曉得你們這裡 應該有配送中型吧 我不曉得你們這裡有沒有 但是有的話 去跟它逛一逛 跟它聊一聊 那個東西真的很好用 牛奶 過期的牛奶 可是千萬記得 不可以直接使用 一定要經過發酵 發酵之後 然後再稀釋 再使用 抱歉 你也直接用 就會死給你看 之後會死給你看 我這裡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 第二次就是 葡草感境 其實我最主要是因為 我剛才一直提到 我有去跟這個 他們的研究員 跟他們的老闆去聊過 因為那家老闆本身是生物科技的人 化學老師 一個高中的化學老師 所以說他對這個圖文 非常地熟悉 這家呢 它的好處就是 它除了孤潮感境之外 它本身還有熔寧的效果 熔寧的效果 實際上我們很多的作物呢 臨肥一缺 要是說你們有人 在重磅企業菜類的話 臨肥一缺的話 它很容易表現在它的 夜沿上面很容易有白化現象 白化的 白白這樣 夜沿就很容易有白化現象 這時候呢 你只要把它噴這個東西下去之後 效果就非常的好 效果就非常好 這隻呢 它的好處 它的菌呢 我跟你講 這個這隻最主要好處 是因為你去買它的時候 政府有補助 你家裡要是有一公頃左右的話 它就補助你五千塊 你就等於說 你要買一萬塊 政府就補助你五千塊 所以說你只有花五千塊而已 這隻有補助 這隻有 這個社務服藥這隻是有補助的 可能去農會申請還是跟上申請 應該這麼說 我們在那邊是我們自己買 自己就去處理 因為我們家隔壁就跟東京分屬也很近 那我們跟農會情感也不錯 所以我們做的就很方便 他們自己本身有在賣這一隻 農會本身有在賣 就是說我們把它買 然後他幫我們辦 是應該的 要是你沒有把它買 他幫你辦 他就會一個嘴巴就細細唸 你就這個部分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 別的村裡面有這樣 因為 為什麼 因為我們曾經就是 我們有一個產銷班 那我們產銷班很雜 他就是 他在不同的村 我們最嚴的是到 光復 壽風 西城 抱歉喔 這幾個農會都完全不一樣 都完全不一樣 然後我們就是 最後就是 因為我跟我們吉安農會談 就是說 我們用 因為我們班是在吉安鄉 農會成立一個城 所以我們大家 就集中在吉安鄉 他就會幫我們辦 然後我們這裡 我就不知道了 這個你們要去問問看 你們要去問問看 這一次的好處就是 因為 它有兩個功能性 它有兩個功能性 然後它的容易 它的菌數有不少 你看 4成10個8次方 所以 標準的話 現在目前為止 所有的 賣菌的部分 因為 菌你要把它當作生物 防治來做的時候 它要去做檢驗 這些的政治要下來的話 會很慢 但是 很多人現在很聰明 都把這些的菌 都是變成什麼 肥料 因為肥料呢 農養廠 不是 農事所他們就很簡單 很容易就讓你通過了 所以說要是說 把它變成生物防治的話 它就比較辛苦 所以有很多人有這些功能 他們就是用肥料的防治去做 防治的肥料去做 然後 下午呢 不是 等一下我們就是會去做意太肥 然後這個意太肥呢 使用的方式大概就是這樣子的 完了之後你去花70-100-200倍 要是說你要去灌在苦狼的時候 你就用30-50去做 因為等一下我們在操作部分當中 就沒辦法再跟各位分享這個部分 所以說我把這個部分先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等一下我們就直接到樓下去操作 這個是我們所用的意太肥的部分 這是高彈的部分 然後呢 我忘了 等一下還要去做一個高甲 你知道什麼時候使用高甲嗎 什麼時候使用高甲 你們做了之後也要知道什麼使用 不要做了之後放在那裡 放久之後會臭喔 高甲什麼時候使用 結果 結果太慢了 還有兩個時候要去做 事實上 對高甲有開根的功能性沒有做 他有這麼做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在 準備在開花的時候 就是你要是你有果實對不對 之前會先開花對不對 那時候就要做 那時候就要噴 因為 這樣子的話 你不要等到你有果實的時候 你再來罐頭抱歉 有比較慢了一點 有比較慢了 一定要在它開花的時候 你甲肥就要實用 甲肥就要實用 不是等到你開花 等到結果的時候用 抱歉喔 是有一點來不及喔 但是來一點來不及 所以我要跟各位 待會分享一下 這個是高甲的部分 然後一般正常我們都是 罐頭 因為高甲的部分是罐頭 萬一 我有提到育太肥的時候 它的唯一的好處就是 有即使肥药米下多的時候 它要分解成 這些養分給植物吸收 時間是不是很長 我剛才提到 行行行行的所有 萬一我們植物巷呢 萬一我們植物巷呢 出了一些狀況 我們已經感覺到 它已經缺蛋缺甲的時候 這是用育太肥來補的話 速度會加快 可是呢 可是呢 可是 它會瞬間讓你吸收 它的時間也很短 時效性也非常的短 這個部分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這個部分要注意 好的東西都是一樣喔 好吃都是時間 都是比較短暫的喔 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呢 這些液態味的一些優點 實際上 這是一大堆的 它最主要就是 最主要是第二個 它分布它的肥效速度會加快 然後 它可以利用你不同的 所需要植物的 濃度的部分 你可以自行去調整 它有很多很多的好處 可是相對的 它還是會有一些的缺點 缺點的部分就是 它一定要有水的地方 其實 然後另外一個是 管子有時候在拉的時候 裡面均衡帶有時候不好去拉 它還是有它的缺點在 OK 好 拍好了 請說 現在我們在浸泡運太北的時候 他有做商務會長去浸食 對 那些浸食我過濾掉的時候 是不是最近是浸泡 那我直接就放這樣 我跟你講喔 這個就是我等一下 要再做的時候 我一告訴你們 就是說 我們 等一下我 那個等一下我再告訴你 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一些渣渣的部分 千萬劑就不要把它倒到水溝 那個裡面還很好 直接把它倒到浦朗底下 你坐在作物哪裡 你就坐在附近 就是把它倒到浦朗底下 埋在那裡 因為那裡面的養分冰的液態 還要高 那些東西的液生菌也很多 千萬劑也不要把那些水溝倒掉 我千萬劑也不要 好 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在做液態的一些 所提供的一些的 但你講的一些參考詞 大家可以讓你們參考一下 那以後你在做液態肥的時候 你的需求你就可以依照這個比例的部分去做 這個比例的方式請做 我想請問你們 為什麼你們要學做液態肥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我們應該要千萬劑 我為什麼要做 我的目的是什麼 我才來做這個 對不對 因為我有中花 中花 我有育苗 我會做千叉苗 所以那個 千叉苗 它那個根長出來的時候 我不需要用液態肥 我用那個 不急 我用那個 對 好 千萬記得 你們在疫苗過程當 疫苗 就是用種子發芽那個 疫苗 用種子發芽那個 疫苗那種方式千萬記得 初期的 大概兩個 三個禮拜 不要加任何的核爆 不可以加 不要加液態肥 千萬記得 有的先感 因為 植物它在 從種子發芽之後 然後 職業 然後再過來本業 這段時間的部分 大概四個禮拜 不要噴 不需要噴任何的液態肥 我整個話 植物會一直徒長 所謂的土長就是 它葉片跟葉片中間 本來只有這麼短 它會變成加倍 我會為土長 稍微去注意一下 所以說 肥料有時候 用在用的過程當中 千萬記得 要小心 我們是要出宅的時候 對 你聰明 很多人呢 就是因為 我現在要賣蜘蛛給人家 對不對 我噴這個就是因為 我肥料給人家吃 它植物香會長得漂亮 顏色會比較綿 比較綿 比較亮 所以說 沒錯 這個是正確的 然後你去外面買真的很 我重點是在跟你們提到很貴 因為 我們等一下做那個100cc 100公升兩桶的話 大概 不到 不到 因為 有些金額比較大 大概不到2000塊錢 你知道嗎 你去買一公升的液態肥料多少錢 基本 200塊起票 看你買什麼等級 有的更高 有的更高 一般正常都到 你看你們的量多寡 你把它乘以 把它乘以 100就好了 然後量 你看幾萬塊在那 要是自己做的話 可以省了很多很多的錢 還有一個 我們在做液態肥的時候 這些 這些的渣渣 這些的渣渣 千萬記得 不見得要丟掉 你還可以重物再使用 可是重物使用的時候 千萬記得 只要加兩樣東西就好了 一個糖蜜 一個糖蜜 再加水就好 因為它本身就有些金 可是我們一直買不到糖蜜 怎麼買不到 你沒有 你錢不夠啦 不是你買不到 怎麼會沒有 我們去花蓮糖廠賣都沒有 購物糖廠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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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為什麼要去買 你怎麼都去賣肥料店 或者是賣農藥店 一罐 在花蓮買25公升 450塊錢 起跳 好 這個我們稍微把它放大一點 這個就是 這個 這樣看得到嗎 好 這個就是有三種的菌 一個是木霉菌 一個是 中間這個叫 枯草膽菌 然後這個是棒腺菌 然後這個是木霉菌 然後呢 這些三種菌呢 是我們目前為止 在我們 這個等一下我把它放大給你們好不好 放大會比較好盤 等我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 來不及 好 那這個等一下 我等一下 call給你們 我給我們木根 然後你們有需要的時候 再跟木根 好不好 有需要的時候 你再跟木根 這個就是因為 這一家的研究生 研究員他們 我跟他在討論的時候 他給我的這一份的資料 就是說 我們像目前 我們在市面上所看到的 像菇草砍菌啊 木霉菌啊 還有放線菌 這些的功能性 就是它有什麼功能 好 我大致上跟各位去分享 像第一個是菇草砍菌 它是屬於耗氧性 所以它會讓我們植物的生長速度快 然後呢 它會產生孢子 然後它很適合在 逆境的環境裡面成長 這是它的功能性 然後它能夠耐高 對不起 它能耐高溫 然後可以預防一些的病害 一些的病害 這個效果非常的好 然後呢 放線菌呢 中間這個是放線菌 它也屬於耗氧性 然後呢 它也是在環境中 它生長速度很快 然後它最主要功能性 它還是在抗病 它還是在抗病的部分 它效果非常的好 另外還有一個 它還有一個非常好的功能性就是 它對腺蟲 腺蟲效果非常的好 尤其在1020 還有它蛋的時候 它去破壞它 速度很快 然後去分解 這個效果非常的快 然後另外一個呢 木霉菌 木霉菌它也不錯 它在分解的那個速度 有機子的速度也很快 可是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的耐高溫比較差 可是呢 它要是說 能夠在植物的根性 能夠寄生給它的話 它會促進植物的根性 它成長的速度會很快 木霉菌有它的功能性在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 第一堂課 我們大概上到這裡 然後我等一下會先休息一下 我會把我一些人 這幾天我自己做 我之前做的那些的照片 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們這邊看完之後 然後我們下去做會比較 大家可能會比較了解 好不好 好 我們就先休息